这也是我们刚刚研究完 现在已第二次有进入国家 要连举一级承机通道的 全集成的芯片型 前面那个是半自动 这个是全自动 只需要把我们烟尸纸的样子 一加入了我们的芯片 那么最快时间就是30分钟 它报告养性结果 又比我们连出的 这个一个半小时 缩短两个月的时间 那么整个这个操作过程 这个非常的简便 我们医务人员只需要加个样子 大家可以看看 当这个样品加入之后 你看有一个地方变大了 这就是我们的核酸 这个样品上去 它被提存 然后提存以后的东西 然后被红色的东西过来来洗 洗了以后的话 它就是带着它一步一步往前走 我们一次一次的做 这个放大反应 就是所谓的扩承反应 最后去到这个中端的 你看一个的这个源头 在这个当中 然后进行这个生化反应 最后呢这些反应的结果 就被我们的仪器 这个一个个都检测出来